我国有将近70%的成年人口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其中巴生谷的接种率最高超过九成 随着接种人数逐渐减少 科学 工艺及革新部今天宣布 巴生谷的免预约接种计划将在9月15号停止 民众之后可以继续到指定的卫生诊所施打疫苗 科医部部长阿汉巴巴今早在部城移交职权给卫生部部长凯里后 召开技术会表示 截至9月7号我国有69.6% 或相等于1629万9880亿名成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其中巴生谷的成人完成接种率最高达到97.8% 在考量到还没接种疫苗的巴生和流域居民人数逐渐减少 政府决定终止免预约接种疫苗计划 民众受刺 根据各州卫生局发布的公告 已获取关于免预约接种疫苗的最新消息 此外 新冠疫苗接种专案组也会继续跟非政府组织合作 进行外展活动 确保没有人被遗漏 与此同时 阿汉巴巴也宣布 目前有超过19万5千名政府大专生 以及5万1千名私利大专生还没登记接种新冠疫苗 因此政府决定让大专生直接上门接种 根据高等教育部 提供给新冠疫苗接种专案组的数据 截至9月7号 全国共有53.2% 或54万7千595名政府和私利大专生 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马金社电视采访报道